我觉得量子电脑会把我们新中国联邦推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我在说量子电脑的时候 2017年 我觉得我下边被那些欺民贼给骂得一塌糊涂 说量子电脑的门都没有 所以这个世界多可怕就是无知 就像量子电脑这个事情 你看多少欺民贼所谓教授 认知到那种穷到可怜到无法形容的程度 量子电脑这才说五年 过去说是荒唐 说七哥是疯子 可是我深深的七哥在这些世界上转悠的时候 发现量子电脑是改变人类的绝对的一个新的中心 什么概念兄弟姐 我给你们简单啊 量子电脑 谷歌说只用了 他就是几十秒 上万年的计算 我告诉你量子电脑的背后就是生物电脑 还有DNA电脑都在同步进行 这是人类上从来没有过 就是我这一种方式探索文明 它是一种发现了宇宙星河系 这只是一个所谓的太空发展 它只是一种叫地球之外的探索 然后在之前地球变成圆的 然后有了航海 它都是一种方式 这可不是一种电脑方式 在人类走向太空宇宙的时候 探索宇宙大爆炸是真的是假的时候 人到底是不是猴变的时候 人当然不是猴变的扯淡 当时说猴变的人是什么 爱因斯坦 包括写书的人 还有那个叫做本杰米高度人 还都是信了神了 所有的科学家 那么这些人的背后到最后都追求了信仰 今天的科学家在探索宇宙和外太空的时候 人类同时探索的两个技术 人类现在的互联网和走向太空和探索宇宙的能量 量子和DNA生物电脑 千万记住 生物电脑和量子电脑又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们人的主观意识 潜意识和人的整个身体语言和大脑的储存信息和信息的处理 以及人拥有灵魂的这一种灵性的动物的特质 所以我说人是有灵性的动物 它跟动物绝对不一样 高一动物 而且一个这么脆弱的动物却能通胀全地球 说明人是有主人的 说明人是有神的 那么这个生物电脑就跟神同级别了 严格讲就找到了神的密码 DNA这个电脑就找到了储存方式 就找到与神沟通的方式 而量子电脑是把这两样东西加速前进的 它不是最终级的 量子电脑是让你找到所有的DNA的储存方式 和未来的生物电脑的最好的工具 请来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箱员